詞曲 李宗盛 李宗盛 停 現在上市 看著小朋友健康發怒成長 那份開心是無價的 你繼續吃吧 吃完自己玩一會兒 就入房溫書做功課 媽媽出去做一會兒 很快就回來 小朋友一個人在家 總會有危險的事 媽媽 我知道你出去一會兒 你弄得家裡狠狠 亂著地玻璃水 上個星期才見過家長 你在學校搞搞震 回到家裡又這樣 你怎麼跟我乖 快點啊 昨天才和你爹吵完膠 你知道媽媽上班很忙嗎 我也很辛苦的 我快要包了 有時自己的情緒突然失控 我們都不會去處理 往往會做出 一些最不理性對小朋友傷害最深的事 令到大家都很傷心 當我們被情緒掩蓋了理性 就會忽略了小朋友行為背後的原因 冷靜溝通和理解 才可以解決到問題 否則大家的心只會越走越遠 有時候做父母真的會壓力爆煲 遇到處理不到的情況 不過作為家長 要學會不同的方法 去處理自己的壓力和情緒 例如和別人聊聊天 你的me time 自己去放鬆一下 需要的事 找人傾訴和幫忙 先照顧好自己的情緒 再慢慢冷靜去處理小朋友的行為 至於你換個角度 事情其實可以好不一樣 家長的角色不易做 難免有情緒失控的時候 但暴力和疏忽照顧 對兒童帶來很大的傷害 還是會影響兒童成長的發展 對親子的關題 也有很多負面的影響 停一停 深呼吸 想想打麻是否唯一的選擇 其實壓力大 想吐一口氣是很自然的事 每個人有不同的選擇和方法 記得社會上有很多人可以幫到你 你會否再來一次 至於你想 甚麼時候都可以選擇 問題其實有很多不同的方法去解決 遇到困難 可以找家人朋友 或者專業人士去幫忙 不用每件事都自己一個人頂了 記住 辦法總比困難多 好 媽媽剛才很猛肚 是不是很餓 嚇到你了 你有沒有弄傷 對不起 媽媽也有一些做得不夠好的地方 你可不可以原諒媽媽 爸爸回來了 爸爸 媽媽答應你 以後不要用暴力和留你一個人在家 媽媽會保護你的 我也答應媽媽 全力支持家 一起 有什麼問題 三個一起解決 暴力絕對不是解決問題的方法 任何情況下 你都有其他的選擇 需要事就找人傾訴和幫忙 楊外 守護家 保護兒童 由家庭出發